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啊 清朝皇宫里的女人 最富生名的那肯定是这位了 孝庄皇太后 她不仅年轻的时候漂亮 而且还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 据史料记载 早年她就辅佐丈夫皇太极 巩固政权 丈夫死后呢 宫廷斗争那是错综复杂呀 她凭一己之能把年幼的儿子送上帝位 临到晚年了 她又扶住孙子少年康熙铲除奸宁 掌权亲政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啊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这位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孝庄皇太后 在历史上差点就没了后来的风光了 或者说后来很可能就没有孝庄这个名号了 为什么呢 因为早年在清宫里边有一个女人 人称清宫第一美人 分量和地位都比她更重 如果不是因为意外的话 轮不到孝庄 而且这还是一个经历相当神秘的女人 好奇了吧 今天咱们就说她 这是谁呀 别着急 咱们从1634年一场特殊的婚礼说起 1634年10月19号这天 圣经 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人潮涌动时热闹非凡 后金国的妃子大臣们早杂的排好队伍 在这位后金国主黄太极的率领之下 正翘首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准确是一位特殊的新娘的到来 说这位新娘特殊呢 原因有两点 第一 1634年这年呢 黄太极已经43岁了 可是就在这一年 他一连又娶了撒老婆 这个新娘是第三个 最后一个大咒 那么第二点呢 前两次迎亲黄太极都是待在皇宫里边 不出来 你们给我送进来就行了 可是这一次 他亲自出城迎接 这是为什么 因为新娘就是这位 自从他第一眼见过之后 从此就魂不守舍的绝世美人叫海兰珠 海兰珠姓博尔吉吉特 是蒙古克尔沁部族债桑贝勒的女儿 常看清朝电视剧的朋友可能知道 蒙古克尔沁有两样东西很有名 一是这个部族的身份很高贵 人称黄金家族 另一个呢 则是盛产美女 克尔沁的美女是特别的多 今天咱们说的这位亲公第一美人海兰珠就是代表 不过黄太极迎娶海兰珠并不是他娶的第一位 克尔沁美女 在迎娶海兰珠之前呢 他早娶过两个了 而且这两个人和海兰珠的关系呢 说出来能惊掉您的大牙 什么关系呢 第一位是大福建叫善善 他竟然是海兰珠的亲姑姑 另一位则是海兰珠的亲妹妹步步步步泰 也就是后来的孝庄 您看看这关系 您理清楚了吗 反正我是理不清楚 娶了姑姑 那黄太极就是姑父 姑父怎么能娶侄女呢 娶了一个还不够 他要娶两个 这也太乱了一点是不是 您别吃惊啊 当年人家并不介意这样 那么当年后金皇宫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纷乱的关系呢 这就要说说当时的背景了 前面说了 在蒙古各部族当中呢 克尔沁部被称为黄金家族 不过那是当年呢 元朝灭亡之后 蒙古各部族就都不行了 都走了下坡路 可是人呢 总是这样的 总想能够再造辉煌 那这个辉煌怎么造呢 明朝末年 当罗尔哈赤领导女真人 也就是满人 开始在长北山崛起之后呢 克尔沁部族就看到希望了 他们于是想到了古老的手段 联姻 希望通过联姻 将他们的命运 跟女真人捆绑到一起 那罗尔哈赤怎么想的呢 对于克尔沁递过来的橄榄枝 诺尔哈赤当然是很乐意了 因为这个时候女真人刚刚崛起 他们也需要支持 于是双方一排即合呀 频繁的联姻就开始了 当然有一点让人很难以理解 那就是黄太极既然娶了 哲哲身为姑父 为什么又要同时娶她的侄女 把关系搞得这么乱呢 这个说实话 可能一开始黄太极自己也没想到 怎么呢 黄太极迎娶哲哲的时候 最初真的只是因为联姻的需要 他迎娶哲哲的目的 其实最主要的是出一种政治的考量吧 从比较早的时候 这是从诺尔哈士开始 那个时候他要夺取天下 他要对抗这个冥王朝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他需要另外一个 就是比较能够倚重的这种政治力量 那么哲哲呢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高贵的蒙古家庭里面 是所谓黄金家族的这个成员 门蒂非常高贵 娶到他以后 就等于得到了蒙古的支持 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辅助的力量 但是婚后情况变了 婚后黄太极发现 哲哲不仅漂亮 而且是外柔内刚 贤惠大度 还特别能吃家 不仅黄太极本人喜欢 就连努尔哈士都认为 哲哲是他众多儿媳当中 最出色的一个 而后来随着后金越来越重视 和克尔沁的联姻关系 哲哲的地位呢 也随之水涨船高 天从元年 也就是1627年 黄太极继承韩位之后 就正式把哲哲册封为大福建了 掌管后宫的一切事务 据说当时啊 黄太极对哲哲喜欢的不行啊 既敬又爱 凡事都把哲哲带在身边 就连外出打猎也不例外 从这点上来说呢 当时黄太极确实没有想过 要娶部幕不泰 那后来 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把部幕不泰 大福建这个亲侄女 给娶进门来当小老婆的呢 这个呢 是在他娶哲哲进门 11年之后的事了 如果说 当时的情景 是怎么回事的话呢 只能说是顺坡下驴 这怎么回事啊 哲哲嫁给黄太极11年 两个人相亲相爱 相敬如宾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之间的一个问题 却显得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突出了 什么问题啊 哲哲给黄太极 只生了三个女儿 没有生过儿子 要知道 这在当时 是一件大事 敌传无后 这哲哲的地位 最终很可能 被别人取代 虽然说 造成这种原因的 主要是以男人为主 是吧 但是他地位可能不保啊 而地位一旦被取代的话 克尔沁和女真人的联盟 就会出现危机啊 他们不足的辉煌 再次崛起的可能性 也会消失 所以哲哲着急 所以不是黄太极着急 是哲哲着急 当时有一个人 比他更着急 那谁啊 哲哲的父亲 克尔沁的债桑贝勒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为了巩固联盟 债桑呢 把自己的孙女 不梦不态 推到了黄太极的怀里 他当时是15岁 非常年轻 那个时候黄太极年龄 已经很大了 那么对比较年轻的女孩子 心中可能还是有这种 宠爱啊 喜欢啊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当然了 娶自己老婆的侄女 当时北方民族 并不在意这些 这只是细节 黄太极的想法也很简单 只要你漂亮 能给我多生儿女就行 所以呢 对于老岳父的这种安排 他也没拒绝 事实上 后来黄太极呢 也真的喜欢上了 不梦不态 一则是因为 不梦不态年纪小 那种天真烂漫的性格呢 让黄太极 还真找着了 第二春的感觉 再有就是呢 慢慢的 黄太极发现 不目不态的处事风格 很像他的姑姑 折折 沙发果断 楚遍不惊 正是他所喜欢的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波尔基基特家族 已经将两位格格 嫁给了黄太极 为什么还要送上第三个呢 而且既然海澜中是姐姐 为什么第二个出嫁的是妹妹 而不是她呢 这其中的秘密 咱们下节说 她被称为清宫第一美人 她到底美在哪儿 她嫁入后宫时 已经26岁 为何始料对她的以往经历 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历 上节说到 为了巩固联盟 在哲哲出嫁11年之后 克尔沁部族 又给黄太极送来了 不目不态 那么他再娶海澜珠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必须说呀 完全是因为一个意外 回到当年 随着大小两位格格 先后嫁入后金皇宫 克尔沁部族和后金的关系 就更加紧密了 而为了进一步 巩固这层关系 克尔沁部族决定 将更多的格格 嫁入后金 怎么嫁呢 话说天聪八年 一支很特别的队伍 进了圣经城 这支队伍呢 大部分是女眷 领头的正是黄太极的 老岳母哲哲的母亲 这是一支什么队伍呢 来是干嘛的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这其实是一个 相亲团 实在没想到 几百年前就有这种 大规模的异地相亲了 你看 注意啊 就在这次相亲会上 有一个人一出现 就立即吸引了 黄太极的目光 谁呢 一位美女 一位绝世的美女 这位美女就是 不目不太的亲姐姐 海兰朱 据说这位海兰朱 当时是让现场 所有的人 精为天人 那五官精致玲珑 身材苗条 那是不用说了 最重要是气质 清秀当中透着五妹 妩媚里边不是端庄 不仅有着成熟女人的风韵 举手投足之间 更显出了贵族的 高贵典雅之态 完了完了完了 月女无数年过不惑的 黄太极 竟然在这个时候 一下子 彻头彻尾的 完全的 被这种美 给惊呆和征服了 已经不能自持了 她当时就迫不及待地 告诉科尔钦大飞 我要娶她 都别拦住啊 我要娶她 那么 克尔钦方面什么意见呢 当时他们的态度是 求之不得 为什么呢 因为到当时为止 黄太极的两位 克尔钦的妻子 哲哲和不慕不态 依然都没有生出儿子 这让克尔钦人 一直非常的着急啊 他们的想法就是 一定要嫁一个 能生儿子的女人 给黄太极 这样才能够稳固 他们在女真人 那里的地位 你看看 梅文化多可怕 那个时代人 就是不明白 生儿子还是生女儿 主要因素在男人嘛 没办法呀 当然了 这就是黄太极 和海兰珠 最终能够成为 夫妻的前因后果 好了 主角出场 接下来 咱们就要重点 说一说 海兰珠 这位神秘的 轻功第一美人了 先说第一个问题 海兰珠嫁给黄太极的时候 多大呢 关于这一点 史料没有明确说明 有人按照清朝官方 记载推断呢 海兰珠当时应该是26岁 注意啊 在今天看来 女人26岁出嫁不算晚 很正常 但是 在当年26岁 那绝对称得上是 大龄女青年了 超级圣女啊 这是 为什么呢 因为依照当时蒙古人的风俗 女孩长到15岁 或者说15岁之前 就要出嫁 如果没出嫁 那么要么就是 家里穷地位低 办不起陪嫁嫁妆 要不就是 女孩本人身体有问题 可是这些 显然不是海兰珠26岁 还没有出嫁的原因 你想啊 她出生在克尔庆黄金家族 陪嫁绝对不是问题 她本人又长得那么漂亮 长相就更不是问题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她26岁 还没有出嫁呢 这是海兰珠身上的 一个很大的谜团 而更加奇怪的是 关于海兰珠早年间的一些情况 清朝所有的文字记载 全部都语言不详 为什么会这样 谁也说不清楚 不过有一种说法是 海兰珠26岁之前 并不是没有嫁人 她其实早就嫁人了 而且嫁的还是个大人物 谁啊 这位蒙古的末代大汗 林丹汗 林丹汗 明朝末年北方蒙古政权 史称北原政权的领导人 此人一生的梦想 是恢复蒙古统一 重建成吉思汗的霸业 当时在蒙古草原 他的确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 那么按照这种说法 海兰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嫁给林丹汗的呢 这就得说到 明末北方草原的形势 当时林丹汗渴望重建霸业 但他认为啊 对他重建霸业威胁最大的 不是明朝 而是新兴的女真族 或者说后金政权吧 所以他的发展策略是 对内控制蒙古各部 对外联名抗金 所以当时在蒙古草原上 林丹汗和黄太极之间 一直是势同水火 恶斗不休 然而当时两边的实力呢 相差不大 这就让克尔沁部 陷入了两难之中 因为两虎相争 谁也赢不了 那就谁也得罪不起啊 怎么办呢 要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克尔沁人只有一个办法 联姻 向两边都是好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克尔沁人很可能 在把妹妹部幕部泰 献给黄太极之前 就已经把姐姐海澜珠 献给了林丹汗了 那么海澜珠后来 又怎么回到了娘家呢 原因很简单 1634年 在跟黄太极的争斗当中 林丹汗战败 并死在了青海大草原 相传是林丹汗的叔叔 把海澜珠送回了克尔沁 事情到这儿 就跟海澜珠 跟随相亲团 前往圣经接上了 应该说这种说法 在时间上和情理上 都是符合历史环境的 但是因为没有史料 有人就不认同 到现在为止 我们说这还只能是一种推测 因为到现在的史料里面 都还没有发现 他曾经嫁给林丹汗的 这样的记载 那么从过去的 留下来的资料里面 其实在蒙古的家族里面 年龄很大 甚至到三十多岁 二十大几岁在家 也并不是说只有海澜珠一个人 这个情况也还是虽然少见 但是并不是绝无仅有 不过话虽这么说 还有一问题没法解释 什么问题呢 海澜珠既然被称为 清宫第一美人 这说明在后金皇宫里边 他的身份是非同一般的 那这样的人物 按说史料记载应该很多呀 然而事实却是 清朝史料对于他进宫之前的过往 几乎是一片空白 为什么会这样呢 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他位列东宫 为何又被封为陈飞 前线战事进入关键时刻 黄太极却不惜刨死五匹马 也要赶回圣经 是为了什么 经验传奇正在为您解敌 说到作为清宫第一美人 海澜珠在嫁入皇宫之前的过往 史料当中几乎是没有记载 以至于给后史留下了一个大谜团 问题出在哪呢 有人认为 这个谜底很可能跟黄太极有关 怎么回事啊 咱们先来看看 嫁入皇宫之后 在海澜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今天起 科尔钦的海澜珠 就是我的侧附近 这是电视剧的片段 但这也是事实 海澜珠嫁进宫之后 黄太极很快明确了他的身份 在所有的老婆当中 他排第二 仅次于大福尽哲哲 不光这样 黄太极登基之后 在后宫里边建有五座后妃宫殿 一后四妃 意思是中宫东宫次东宫 西宫次西宫 海澜珠也依照他的身份 位列东宫 注意啊 这样的安排 仅仅只是表面上的身份排位 而不是海澜珠 在黄太极心目当中的排位 海澜珠在黄太极心中排第几呢 绝对的第一 据史料 册封皇后的时候 黄太极原本考虑的是海澜珠 但是因为大福尽 哲哲是海澜珠的姑妈 在克尔钦部组里边 辈分更高 黄太极担心 如果封海澜珠为皇后 很可能会引起克尔钦家族的不满 引出事端呢 所以权衡再三 他还是封折折 做了皇后 但是黄太极随后又做了一件事情 来抬升东宫的地位 以表明他对海澜珠的心意 什么事呢 在五位后飞的策封大典上 黄太极策封海澜珠为陈飞 要知道陈飞这个封号 可不是随便给的 陈字的含义 是北极星的所在 在古代 这个字常常被作为帝王的代称 这位武则天 当年还是武昭仪的时候 他的丈夫唐高宗李治 就曾经想把陈飞这个封号赐给他 可就是因为陈字的分量太重 大臣们极力反对 最后才没给成 由此可见 海澜珠在皇太极心中的分量 那不是一般的重 而且不光这个 海澜珠进宫第五天 皇太极大赏他的母亲和兄弟 第十天在宫中大宴群臣 庆贺新婚 之后他还授以弟弟多夺 把那些个韩王福气 全都请到府里边 宰牛沙羊大兴歌舞 反正能把庆贺搞得多隆重 就搞多隆重 要知道如此隆重的庆贺新婚 皇太极以前娶那么多老婆 都没有这事 可见皇太极 对能够娶到海澜珠有多高兴 好了 这是海澜珠刚嫁进宫时的情况 那么后来情况怎么样呢 可能有人要说 皇帝娶美人新鲜头三天 以前皇太极对哲哲 不也是又敬又爱吗 后来怎么样 那也放一边去了 您要这么想 那就错了 再说两件事 第一件 说是有一天 皇太极去东宫刚到门口 就听到海澜珠在里边念诗 冠冠俱旧 在河之州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他一想啊 诗经官居里的美人 不正是自己心爱的海澜珠吗 于是他下令 东宫改名官居宫 再说第二件 1637年7月 海澜珠为皇太极 生下了一个儿子 当孩子一出生 在外庭等得焦躁不安的 皇太极立马走进房间 拉着海澜珠的时候 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孩子满月的时候 皇太极是又魄力 不仅在大清国最庄重的 重政殿 为孩子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典 还颁布了清朝的第一道大设令 举国同庆 你要知道海澜珠所生的这个儿子 其实是皇太极的第八个儿子了 但是这一切待遇 其他的后妃从来就没有享受到过 甚至皇太极已经打算 将来就立这个儿子为太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只有一个了 他对海澜珠那是发自内心的爱 用现代话来说 这是真爱啊 那么皇太极为什么对海澜珠如此的特别呢 另眼相看呢 史学家认为 海澜珠身后虽然代表着克星家族的利益 但是他从来没有仰仗宠爱 向皇太极要求过任何东西 他对于物质利益没有追求 另外一个那就是海澜珠知书达理 史料记载 海澜珠虽然得宠 可是从不适宠而骄 对皇后哲哲更是礼敬有加 十分之谦和 这就是皇太极深爱她的原因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种深爱却偏偏让这对英雄美人 上演了一场生死之恋 怎么回事呢 公元1639年9月 皇太极率领他的大军 向大明的宁锦一线 发动了新的攻势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随后展开的松锦会战 明清之间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 但是在当时 皇太极人在前线 心却一直留在了圣经后宫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生下儿子之后 海兰猪原本呢 过得是幸福甜蜜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几个月 不幸就降临了 他的儿子还没满周岁 腰折了 这对于海兰猪来说 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啊 从此是茶饭不思 彻夜难免 整日假一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韩的原配敌福进 可是黄太极竟然把这个字也给了海兰珠 1642年正月初一 清国本来要举行元旦大典 但是这次大典被停掉了 因为海兰珠的丧事被定为国丧 而最要命的是 自从海兰珠死后 黄太极是一蹶不振 精神萎靡 经常出现恍惚的状态 终于在勉强支撑了一年多之后 1643年9月 黄太极也何然病逝 以上所说的就是清太宗黄太极 和清宫第一美人海兰珠之间的故事 那么他们之间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和海兰珠的过往之谜 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认为可能正是因为爱得太深 黄太极不愿有人提及海兰珠的过往 所以他让人把海兰珠的过往 从记录当中抹掉了 或许他认为这样 他便拥有了一份纯净的爱 不管是不是真相 这份心 我觉得也值得我们认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节目的精彩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娱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